第五个理由 传统中国 万国来朝 共产中国 全球吐槽 对中国历史稍微有点基础的人都晓得 过去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辉煌盛世 例如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康熙大帝与乾隆皇帝的康乾盛世等等 那这些历史盛世不但国泰民安 文明昌盛 还吸引周边国家主动来访 称臣纳贡 学习中国的文化与文明 带回自己的国家去 推行汉化 也因此 传统中国一度被誉为礼仪之邦 但是 今天的共产中国 中共在国际上背信弃义 摧毁香港的地位 在国内极权统治与迫害人权 引发海内外的批评谴责 而且 中共又对海外掩盖疫情 甩锅病毒 再加上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 以及对南海国家的霸凌欺压等等 引发更多的国家对中共感到不满 中共的蛮横霸爆不但为中国招来了 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围堵 更让中国人民丢尽颜面 把中国礼仪之邦的美名搞得乌烟瘴气 过去 中国的万国来潮也变成了全球吐槽 根据一份对17个先进国家的民调显示 多数国家对中国都抱持负面的印象观感 特别是在美国、日本、韩国和澳洲等国家 对中国印象负面的比率更超过75% 同时 有16个国家人民表示 对习近平没有信心 再加上 这次中共为了支持俄罗斯 不但没有谴责战争与不查大屠杀 甚至还在国内搞大内宣支持俄罗斯 反对乌克兰 结果 让大翻译运动给曝光到海外 让全世界看见中共的两面人与虚伪与险恶 所以您说 中共是在为中国争光吗? 还是在抹黑中国败坏中国人形象呢? 从这个角度讲 我认为中共才是真正的反华势力 所以才会把中国的民生 华人的民生 不断地搞臭 搞脏 中共其实不是爱中国 而是害中国 因此 总的来说 我认为中国不等于中共 中共也不等于中国人民 中共爱的是他们的党和权力 但害的是全中国与人民 所以 我想请中国的朋友们要分清楚 党不等于国 中共不等于中国 中国的主人是全体中国人民 而不是中国共产党这个西方来的政权 只有把中共与中国区分开来 人民才能够明白 中共并没有让人民真正的当家做主 中共只是以党窃国以及甲国欺民 只有把中共与中国区分开来 才能明白 如果没有极权专政的共产党 才会有真正自由的新中国 这一点正是中共最害怕的致命杖门 最后 请记住 共产党虽然曾经吹嘘宣传说 利害了我的国 但实际上他们做的却是 利害了我的国 好 我们再重复一次 至少有五个理由可以证明 中国不等于中共 理由一 党不等于国 执政党不等于全国人民 理由二 中共垄断政权 缺乏民意代表性 理由三 中共破坏传统 摧毁五千年文化 理由四 中共政府屠杀人民 世民如仇 理由五 传统中国万国来潮 共产中国全球吐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